他是历史上最冤的皇帝 修运河 铸长城 晋洛阳 依则后世 但却仅留下了杀兄是负 炮大喜功 雄兵独武的恶名 仅用十四年就快速拜光嘉义 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那么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典型 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惨遭抹黑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 还原隋阳帝杨广的一生 公元604年 隋文帝杨坚驾崩 在他临终前曾派人去找废太子杨勇进宫 结果消息泄露 杨坚离其死亡 杨广以父皇的名义假传遗诏 刺死废太子杨勇 还派人召回晋阳的汉王杨亮 汉王杨亮不满杨广害死父兄 在同年八月起兵造反 杨广派楚国公杨素平定了叛乱 将杨亮废为庶人 为了免除后患 又把杨勇的儿子们尽数处死 在这场大乱中 牵连被杀和流放的多达二十多万户 杨广他的兄弟子侄的鲜血 登上了皇位 他的新年号叫做大业 他想要向天下宣告自己 会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业盛事 杨广登记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迎见东都洛阳 隋朝的首都是长安 但是由于常年战乱 周边粮草已不能支撑首都的运转 还需要依靠关东的曹运 遇上荒年 朝廷就要搬到洛阳 这个问题直到唐朝都没有得到太好的解决 杨广迎接洛阳 是为了缓解长安的压力 因此他耗费重资 每月蒸发200万民夫服姚役 仅用十个月就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 新建成的东都洛阳 气势辉弘 壮丽无比 是杨广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 然而在这盛世繁华图景之下 却是累累的白骨 根据《资质通鉴》记载 在迎建洛阳的过程中 由于工期紧张 民夫没日没夜地干活 导致有近一半的民夫死亡 用来运尸体的车 一眼望不到边 而迎建洛阳仅仅是一个开始 除了洛阳之外 杨广还非常喜欢江南的风光 从长安到江都 一路上修了四十余座离工 为了沟通南北 杨广下令蒸发百姓书郡运河 将前朝所修的运河 连通为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 南至快机 北到桌郡 全长2700公里 是世界上开凿最早 规模最大的运河 给后来的唐朝宋朝带来便利 却给隋朝百姓带来了无数苦难 如同迎建洛阳一样 隋朝修大运河的工期也非常紧张 民夫死伤无数 很多百姓甚至要靠自残 才能躲过一劫 城池运河都有了之后 杨广还蒸发百万民夫去修长城 死者又是十之四五 客观来说 杨广这些浩大工程 确实有为国家设计考虑 但是更多的还是杨广不甘于 做一个普通的守城明军 他想成为 比肩秦皇汉武的伟大帝王 至于黎民百姓的苦难 这显然不是杨广会考虑到的 然而这样无止境的耗费民力 真的不会被百姓的怒火所反噬吗 隋阳第十七第一次的大规模民乱 发生在公元610年 由于杨广的征伐无度 穷兵独物 百姓不堪重负 因此在这一年 洛阳 燕门郡 朱牙郡 相继发生了三次起义 但是很快都被镇压下去 真正点燃起义大潮的 还是杨广三针高沟里 特地把隋朝送上了死路 高沟里在开皇年间 就曾进攻过隋朝 被当地守将击退 杨坚 曾派出三十万大军讨伐 因粮草不济 传之沉默而被迫终止 高沟里 前使谢罪 双方霸兵言和 公元611年 杨广不满高沟里 不守番礼 决心举全国之力 一举消灭高沟里 于是 他征集了113万大军 200多万民夫 于四年正月 向高沟里进军 在杨广看来 高沟里不过是一余之地 如何能敌得过百万大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由于战线过长 指挥不当 隋军居然没有攻下 高沟里的任何城池 反而损兵折将 死伤惨重 杨广不甘心认输 又在四年 再次出征高沟里 没想到 围城粤鱼 都未能攻下 高沟里的辽东城 前线战况还在胶着 后方负责运粮的杨玄杆 却先造反了 他不满杨广猜忌自己 聚重十万 在黎阳起兵 准备攻打洛阳 杨广闻讯后 急忙退兵 粮草自重 堆积如山 全都由高沟里笑纳了 杨玄杆之乱 很快就被平定了 但是他的亲信李密却逃脱了 李密几经辗转 最终来到了瓦岗寨 隋唐演艺里 最著名的瓦岗寨起义 即将登场 此时的隋朝 再也没有开黄之志时的气象 杨广追求建功立业 常年大兴土木 蒸伐无度 再加上水患天灾 百姓生活已经穷困至极 黄河之北千里无烟 江淮之间 虚伪茂草 士族田沟贺 海谷碧原野 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灭亡是迟早的事情了 然而 杨广并没有放下脚步 在公元614年 第三次出征高沟里 这一次 光是在行军路上 都有无数士族逃亡 杨广下令镇压 都没能扼住势头 不过 高沟里那里 也无力再与隋朝对抗 主动前时请降 杨广觉得 自己已经取得胜利 就下令撤军 回去以后 杨广召高沟里王入朝 对方却没有理会 杨广这时才知道 自己被高沟里戏弄了 然而 他已经无力 再去打高沟里了 三针高沟里 已经彻底掏空了隋朝的国力 各地纷纷揭杆而起 朝廷自顾不暇 而杨广身边的宠臣 却每日粉饰太平 让杨广觉得 这群盗匪不足为患 然而 更为致命的是 官隆贵族们 对杨广已经非常不满了 杨广和他父亲杨坚一样 生性多疑 待人严苛 为了保证中央集权 杨广一直打压 关隆集团 重用江南世人 在中原遍地反习的情况下 他决定离开东都洛阳 寻衅江都 劝戒的人 却被杨广当庭杖杀 至此 再无人敢阻止杨广离开洛阳 踏上命中注定的死路 临走前 杨广把孙子杨栋 留在洛阳坚国 随朝的末日开始了 不久之后 瓦岗寨首领宅账 起兵造反 因为由李密出谋划策 瓦岗军势如破竹 一路攻城拔寨 并于次年春天逼近洛阳 占领了洛口舱 杨栋年纪尚幼 根本不能独当一面 派出的大军 都被瓦岗军击溃 无奈之下 他只能派太长四成 袁善达 到江都求救 李密有众百万 违逼东都 聚洛口舱 城内无石 若陛下速还 乌合必散 不然者 东都绝末 这时候 杨广身边的宠臣 于世姬说道 殿下年幼 被这群人匡骗了 东都若是这么危急 这个袁善达 是怎么跑出来的 杨广果然相信了 于世姬的话 把袁善达赶了回去 洛阳就这样失去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不久 唐国公李渊 在晋阳起兵 打着费皇帝 历代王的旗号 进军长安 最终于同年十一月 攻入长安 迎立杨幼为帝 姚尊杨广为太上皇 消息传来后 杨广预感到 自己恐怕是很难善终了 他陷入最后的疯狂之中 整日醉生梦死 挑选民间美女入宫 一言不合 就把宫女打死 有一日 杨广对着镜子感叹 好头颈 谁当着之 这个能着他头颈的 不是李密 也不是李渊 而是他身边的进军将领 语文化吉 随着杨广 一起来到江都的进军 多是关中人 私相信切 见杨广整日醉生梦死 不想回去 心中都愤愤不平 他们推举语文化吉为首领 精心策划了一场政变 史称江都之变 公元618年3月的一天深夜 汉军冲进江都行宫 抓住了杨广 将宫中的宗室外妻 都屠杀殆尽 就连杨广12岁的小儿子 都被杀死在杨广面前 杨广说道 我就算有负于百姓 难道还有负于你们这群人吗 你们荣禄奸及 为何还要犯上作乱 语文化吉冷笑一声 要持刀杀掉杨广 没想到杨广突然说到 天子有天子的词法 怎么能用刀剑 取朕酒来 杨广想要体面 但语文化吉不想给他体面 无奈之下 杨广解下头巾 让令狐行达勒死了他 终年50岁 消息传到洛阳后 大将王始冲 拥立杨栋为帝 后又杀死了杨栋 自立为帝 长安的唐国公李渊 也逼迫杨幼退位 登基建唐 以关中为根据地 扫灭群雄 在公元624年 统一天下 继汉朝以后 中国又迎来一个 强盛伟大的大唐王朝 至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杨广 我们需要知道 他所接手的大隋 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国家 恰恰相反 由于隋文帝晚年刑法太过严苛 社会矛盾已经日渐严重 而杨广所作所为 是在国家的下坡路上 又踩了一脚油门 他无视官员百姓 已经离心离德的事实 反而大兴土木 穷兵独武 想要标榜自己的黄图霸业 最终却让百姓揭杆而起 武将造了自己的反 讽刺的是 隋朝灭亡时 民困苦而国未贫 府库里仍然留着大量的粮草资重 这些遗产都留给了后来的唐朝 为唐朝繁荣 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